我真的发现有些人护肤手法它特别离谱 特别喜欢给自己护肤加戏 拍两下洗两下 导致什么用起来都搓泥越搞越明显 关键是护肤品的效果完全发挥不出来 今天就是一期手把手的教学 教你们如何用正确的手法去使用护肤品 让护肤品给你们带来的好处 我们最大话 来我把护肤小吃挖出来 最近肯德基吃多了 人中长了磕豆 别管 闲点闲 哎对 一定要把这个时候洗干净 先用水把脸给转转打湿一下 那这个时候我们护肤小吃 他就遇到了一个难题 姐妹有两种 他们分别该怎么用呢 这时候小吃决定 洗两次脸分别都交给你们 把小吃敬意打在公平上 像这种低泡分合的结业蜜 建议的用法是多挤一点 一般得挤起码两三分 这样呢洗得干净还会减少摩擦 如果像这种哎 种气泡比较分盈的 那就用气泡网或者打泡桶 打出泡沫以后用泡沫去洗脸 这个时候洗的时候 记得手和脸之间永远都有一层泡沫 然后在洗的时候 小吃就做的很不错 踢去下巴 包括鼻头这出油多的地方 着重着错 但是洗面奶不管它再温和 它的表活它都是有一定清洁力的 所以说不要超过三十秒 擦眼的话呢 我建议你们去用那种一次性的洗脸睛 尽可能去避免反复用一块毛巾 因为你们的敏感 你的长头很有可能是因为军群的关系 在吸血的时候 像小吃这样轻轻按压就可以了 来小吃给我一个错误示范 哎对这样过度擦拭 会让你的皮肤变得更薄更脆 千万不要为了省事就这样擦 好吗 眼霜其实用在截面后的哪一步都可以 因为归根到底它在分区护眼的范畴 好比你喜欢先洗头还是先洗脚 不用拒绝先后 但是眼霜涂抹手法闻到很多 因为很多时候细纹脂肪力的问题 都是像小吃现在这样 就乱搞瞎吐给搞出来的 正确的用法就是取黄豆粒大小 那个小吃你还挺富贵 这个眼霜还挺贵 现在指尖乳化开 然后用这种点按的方式反复的去上眼 包括上眼皮你也要带到 这个时候你眼睛觉得没吸收没关系 把指尖材料的部分擦在掌根上 把掌根搓入轻轻按压在眼周 差不多15秒左右 这一步呢其实很简单 是通过升温的方式 需要眼霜吸收 同时去改善这一块的血管性黑眼圈 接下来水 肌底液普通精华的护肤手法都是一样 像小吃就很懂工创护肤 他就是不喜欢用水 他就是不喜欢用肌底液 他就是喜欢用两三个精华去 一家一般精华用量都是油皮笨 干皮打笨 服务品它用量多不代表效果好 只会平添搓你的可能性 我们现在手轻把它摊开按压的手法 最少年 千万不要在脸上乱搓或者乱搓 一来像什么盛态啊 什么大分子的透明之X 你要是揉搓的话 很容易搓你或者打架 第二呢就是因为你的手 手掌的这个角色层是比较厚的 暴力的拖拽的方法 其实还会增加你皮肤敏感的可能 那护肤最后一步 一般都是一个乳液或者面霜 还是一样 现在掌心化开 这也不很重要 因为本身乳液和面霜 它的主要成分就是一些固化的纸质 掌心温度也高 就会让油化开一点点 肤感和吸收力都会好很多 小吃是会有品 我刚才说过 它就是T恤处有比较多 牛区有比较干的那种 它在护肤的时候 会把面霜只用在干的地方 T恤不管它 没问题的 像我们护肤很多时候都在解决需求 而不是做一个流程化的作用 让自己最舒服 那才是最好的状态 最后虽然小吃那天是半夜了 但是还是给你们演示一下 防晒怎么涂 因为如果防晒没涂 说你和你装打架都是小事 更严重的结果就是直接白涂 最错误的方法就是下小吃 现在这样啊 反复打圈涂 现在的防晒沉膜速度都非常快 反复打圈 反而会破坏那层防晒膜 真正正确实的用法 日常出门 去一枚硬皮大手的防晒 现在手心摊开 从面中朝两边 一个方向去涂抹 OK 就可以了